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画立线 我们来先画荷叶 先画两条弧线 上面用波浪连接 先画一圈波浪 再加一层 一个立体的荷叶就画好了 画上叶饼 画两条弧线 我们接着来画花苞 先画一个水利形状 左右两边各加两个花瓣 下面再加两片花瓣 画上长长的花精 先画一个椭圆形 下面再画一条弧线 你猜这是什么 这个叫莲棚 接着画第二片荷叶 方法跟前面是一样的 先画两条波浪线 荷叶底部是一条弧线 注意 它在第一片的荷叶后面 同样画上叶饼 给叶子上加上一些脉络 接下来画另一朵荷花 先画一个水滴西装 画另一个水滴 在下面和正中间加两片花瓣 左右再加几片花瓣 和花基本上就画好了 再画一片莲叶 圆圆的莲叶 这画的是什么呀 莲子 来画一只蜻蜓 画一条长长的尾巴 蜻蜓有几个翅膀呀 用弧线把四条线连起来 最后画上小鱼 画好了我们来上色吧 今天是立夏 夏天来了 你想做什么呢 下次再见哟 拜拜